各位網友大家好 這次這個話題想和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關於一個癌病 這個癌病就被譽為癌中之王 是不是King of the Cancer 癌王 這個癌王有多厲害 為什麼可以導致我們中疾控首席專家不專有 都不敵於他 我們一起和大家研究一下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在早一兩天看到新聞 我們都有報導 關於我們的 國務院前總理李克強 以及我們的中疾控首席專家吳尊友 都是因病 而離世 而說到我們的 中疾控首席專家吳尊友 60歲 抗疫三年 黑髮變白髮 其間 更加被爆出 他帶病上戰場 究竟是什麼病呢 原來 就是 疑腺癌 疑腺癌這個病 為什麼被人叫做癌中之王呢 我們一起和大家一起看看 首先 吳尊友 這位中疾控流行病學首席專家 他在疫情三年多次出席官方記者會 很多人都 看著他的樣子 變化得很大 之前他有這個長頭髮 黑色的長頭髮 然後 變黑 然後那些頭髮短 半橙青 身形又肥肥地 開始 越來越瘦 他那時候回應 關於 三年白頭 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就很輕苗淡寫 對著記者這樣說 他說很多人給他付出很多 頭髮給他白很多 更加有些人付出了生命代價 他這些投入不算什麼 很多人頭髮給我白 我只不過是通過傳媒的宣傳 好像感受到我的工作經歷 實際上 很多人承受比我的壓力更加大 他比我更加痛苦 而且付出更多 貢獻更多 去到這個 位置上面 大家 感覺上 連 專家 身體 是否努碌過度 你看到他 黑頭髮變白髮 是不是努碌過度 導致他患了 疑腺癌 最後而來世呢 這個也是一個非常 問號 首先 可能有人覺得 疑腺癌 和 疑臟癌 究竟是不是 有些分別呢 其實 疑臟癌 都可以分 很多不同的 最常見的就是 疑臟腺癌 通常疑臟癌 通常都是疑腺癌 多的 有八成多的 所以 疑臟癌 疑臟癌 大家會用 這個字 為什麼 叫做癌王呢 因為 其實 是一個 很厲害的癌症 如果用數字去計算 只是說香港 每年 都有最少 800個 疑腺癌的新症 而 說到 因為疑腺癌 而過身的病人 就有700位 去到這個位置 可想而知 你差不多一中 就沒得救了 所以為什麼 連我們這一位 中疾控首席 專家 不專有 都叫做不敵 其實他是在 去年 看一些報道 就說他 當時就被確診 是這個 疑腺癌 他帶病上陣 繼續 去 搞疫情 防控 這一點 其實 說到疑腺癌 那個死亡率 那麼高 其實某程度上面 有幾個原因 的 通常 患者 一般 年紀 都比較大 超過三分之二的患者 都是大過65歲 平均病發年齡 71歲 好 好了 到了吳磚有 60歲 那其實是不是真的 個個病 慢慢就 開始年輕化呢 疑狀癌 疑狀癌 為什麼那麼難醫 因為 沒有什麼病徵 在這個早期階段 很難 察覺得到 那麼 到你察覺得到之後 你就很麻煩 所以為什麼叫癌亡呢 它是能夠收得很埋 通常有這個 疑狀癌 去到有病徵的時候 都已經是很麻煩 患者 開始沒有病徵 慢慢出現了 驗食 上腹腫脹 體重下降 血糖升高 腳 或者你的大腿 出現了 血栓性症物炎 你就開始 才會去看醫生 你去到那段時間 已經是有症狀了 而說 胰狀腺癌 常見的 剛才說這些 可能會 痛 會痛 上腹痛 痛到背部 更加嚴重一點 出現了 剛才說的問題 腳腫 更加出現了 什麼問題呢 臉黃 甚至乎 黃膽 可能 疑狀的問題 疑狀的問題 都已經黃了 尿更加啡色 這個 還要在現金上 大家也會 聽到這個位置 很擔心 因為 現金科學 醫學方面 都很厲害 為什麼能夠 讓他成為黃呢 有什麼人 容易患到 疑狀癌 第一件事 吃煙 第二件事 喝酒 本身疑狀癌 他們會容易有 一個是致癌的因素 除了有煙又酒的人士 另外 糖尿病患者 體重過高 都會容易患到二線炎 甚至乎變成癌症 另一件事 就是關於基因突變的人士 因為基因突變 大家都明白 這些東西是沒得控制的 其實他的特質就是 早期沒有病徵 當你有病徵的時候 其實都已經 遲了 遲了 所以有些人 可以怎樣做 有些人 可能要驗肝 膽肝 他們可能從 疑腺癌的 體檢篩選出來 從西醫的角度來說 去檢查一下 因為有些數值 如果是患上疑腺癌的人士 數值會偏高 他們可能會做磁力共振 做CT 去判斷究竟是否有疑腫腫瘤 更加有些人會照超聲波 檢查你的肝臟 檢查你的疑腺 可能照入肌 有時候超聲波 都未必看得到 所以有懷疑 不要猜了 有些醫生就說 更加你就會去看看 會不會出現皮膚黃 眼巴變黃 柯尿會不會柯得深色 因為膽汁不能進入你的腸 大便會變得淺色 而說到疑腺癌去到神經腺的內部 你便痛了 周身痛了 除了這件事之外 有些 預防 很簡單 預防 剛才說了 脾肥 糖尿 又煙又酒 這個 大家需要 飲食方面要平均 均衡 另一個問題 因為在現在的層面上 醫生 都未找到一個主要的原因 你不計算遺傳 所以 正常來說 要多做運動 不要吃一些 單一的糖的食物 這些也是我們平常 患癌症很多人都會 遇到的問題 糖其中一件事是誘發癌細胞的發生 所以 如果去到這個位置上 你就要留意一下 大家自己 本身 那個身體 平時接觸 什麼 另一個 有一個 比較 可能做一些 小的統計 有些 專家 嘗試一下 了解 這個胰臟癌 原來 跟另一種飲食文化有關 是不是 吃得多甜的東西 飯多 這些 有機會誘發 癌症 原來 這個 飲食文化 跟香港人吃飾相關 就是 西化 即是西方化 原來西方化的飲食 都很容易導致疑腺癌 在近幾十年的臨床 病學分析 除了 在中老年人群 經濟發達的地區 人 病發率 是高於 一些貧脊的地區 所以 為什麼 有些人就說 你以為窮人多病痛 有錢人一樣多病痛 該死不死的病 很多人 有些說笑這樣說 有些沒什麼錢的人 被我死就算了 最好死了一了八了 投胎做個好人 做個個 通常我們也不行 有些有錢 一生突然之間 一生就走了 這個 可能跟他們本身飲食習慣有關 沒有了 不能吃好東西 來來都是吃的菜 吃飯 肉 別說肥膏 煎炸東西都未必有得吃 所以 他們的食物很簡單 沒得那麼複雜 所以可能身體 在某程度上更健康 另外 關於西方有什麼事呢 原來在西方社會 香港也是第五大殺手 因為我們飲食文化很多元化 在西方方面 疑似癌 發生率高於其他地方 除了 吃煙喝酒 原來 西化其中一件事就是關乎 食的甜品多 食肉多 煎炸東西多 蔬菜生果粗糧 攝取糧少 造成這個 胰臟癌的 發生率 發生率 不斷上升 有關係 高脂肪高 蛋白質 大魚大肉 會刺激 我們的腸胃 釋放一些膽素 和其他激素 增加了胰臟對致癌物質的敏感性 加速了 細胞的變異時間 其實大家都知道 吃一些煎炸東西 加很多古靈精怪的化學物 有機會 引誘疑腺癌 胰臟癌的 機會率 所以我們要記住 飲食方面 如何調節一下 暫時因為在醫學的角度 很多原因都有機會 我們經常都說 很簡單 你要健康 從很多東西 上 直接戒掉就可以了 戒掉的意思 不一定要完全吃不吃 有些可以完全不吃就不吃 你說 偶爾吃 少吃 這件事比你經常吃好 有些人 煎炸東西不離手 熱氣東西不離口 啤酒就當水喝 你真是可樂就當茶喝 很大把 他寧願喝可樂 都不喝一口水 他寧願 吃炸東西 吃辣東西 或者吃古靈精怪 重鹽重油的東西 他都不願意吃一條菜 可想而知 就算他未必有這種病 有其他病的機會率 亦都會很高 我們亦都要保持一些 吃得健康 可能吃粗糧 豆類、穀類的東西 吃生果、纖維、蔬菜 胡蘿蔔素 甚至乎 抗衰老的東西 如果出現了腰酸骨痛 那些就小問題 但如果像剛才所說的 病徵由手腿、腿、腿、腿 然後 人又開始痛到 上心口 你就真的要 找醫生去檢查 因為 有時候 人 是需要 健康 需要做運動 而不是 就這樣 喝垃圾 身體上 就自然 什麼病都有了 所以 為什麼 你說 吳磚友 有人在 疫情三年 看著他身體 由腫脹 慢慢變 消瘦 可能也跟他 牙齒底 壓力大 等等 這些有關 所以 我們都要注意自己的身體健康 除了飲食之外 休息 不要太晚睡 或者過份操勞 這件事 亦都可以保障自己 好了 今集分享到這裡 下一節再說 拜拜